欢迎收看订阅时刻 现在俄乌的战况 一下级速的升高 现在俄乌的战场上 飞弹起飞 两边都用最大的火力 最强的射程 去攻击对方 因为拜登在他卸任之前 没有想到弄了一个杀手剑 将者本来 美国已经承诺 卖给乌克兰的这些 所谓的1700亿的 这些军援费用 现在在拜登卸任之前 你一定要全部 给我送到乌克兰的战场上 他不但把这些货品 送到了乌克兰的战场 他甚至将它上面的捆拢锁 全部都拿掉 过去你只要是美制的武器 你都有限制 你在射程上有限制 你在射击的距离上面 有限制 但现在这些限制 全部都拿开 你可以打到俄罗斯的本土 你可以打到它最远的距离 现在ATFGM 海马斯火箭弹 甚至包括我们欧洲的 暴风机全部开放 开放之后 现在非常可怕的是 在整个俄罗斯境内里面 16%的土地面 包括莫克斯科 都在整个暴风之影 都在海马斯 都在ATFGM的射程范围内 当然普丁非常颇大 普丁说你们要这样搞是不是 你们要把它搞成一个世界大战 现在也开始反击 现在也进行了一个最大规模的回击 等于说我用飞弹 我用无人机来炮轰基辅 炮轰整个乌克兰 现在搞到谁 搞到川普都非常紧张了 川普紧张到什么程度 他说 哲伦斯基跟普丁改会跟我谈吧 现在这个世界已经非常危险了 这个世界已经接近了 第三次世界大战 我们看到 本来以为说年老痴呆 认为说做事非常平稳的拜登 没有想到在卸任的时候 弄了这一招 完全吹咒一池吹水 而吹咒一池吹水之后 整个乌克兰的状况 真的会变得难以收拾吗 好 我们今天请到一起来 必须在大方首位的财经专家 郝志宗你好 大家好 这是每一道电视报复头长 大家好 第三位是赤胜铁赵宇轩 好 第四位是财经专家 吕国珍 大家好 第五位是我们特别介绍 东生新闻的记者吕家明 大家好 好 第六位是资争的体育博张志平 大家好 待会儿东海大学的 政治系教授邱世宜 也会加入我们讨论 所以我们本来以为说 拜登已经老人痴呆了 拜登已经没有行为能力了 可是搞了半天 他卸任之前 搞了两个杀手舰 拿两个杀手舰 第一个是 把1700亿的军事预算 马上给我送到了乌克兰 送到乌克兰以后 你上面捆龙座全部打开 打开了以后 现在ATSEM 现在的这个海马斯火箭袋 现在的暴风之翼 他现在的射程 甚至你要攻击的范围 全部没有限制 没有限制了以后 让这个地方完全紧张起来 连川普 川普都吓坏了 另外一个 他针对了中国 针对中国 七奈米以下 绝对不可以进去 反正想到七奈米以下 又是什么了不起 你中心不是可以做吗 没有想到 竟然让中国科技的短板 完全限行 我们都说川普这个疯子 但是现在有人 吓到这个疯子了 这是谁呢 这是拜登总统 为什么拜登总统 所以他现在比川普更疯 对 他吓到了川普 为什么这样讲 你看这个时间点 这个拜登都已经要歇了 但是他已经没有后顾之忧了 所以他现在怎么办 他现在打开非常多捆疗锁 第一个 1760亿要给乌克兰的政策军员 赶快全部都送过去 第二件事 他就说 我原本有给乌克兰的 ATA CMS 用陆军的导弹系统 我开放让你使用 你要打到俄罗斯本土 我不管你了 你要打就打 你要打多远就打多远 你要打到哪 你就打到哪 这个可以打300多公里 这个如果你进入 这个库斯克的话 是可以打到莫斯克附近的 好 因为这个拜登这样做之后 你看英国跟法国也跟进 他说我给你的这个暴风之影 我也让你打 宝贤这个暴风之影是560公里 所以他打进去的时候 真的可以震动到莫斯克 所以你这样下去之后 宝贤谁紧张了 川普紧张了 川普在他的media发了这个 你看 我特此呼吁他用Herbry Herbry其实是有点紧张 我赶快 他赶快call你们 他说我call了普丁跟泽伦斯奇两个 跟我见面 因为要结束这个俄罗斯跟乌克兰之间 可怕的战役 他说我们从来没有像现在为止 如此接近第三次核世界大战 我们必须停止杀戮 并防止第三次世界大战 就是拜登这样一说的时候 连川普都害怕 他之前不是信心满满吗 不是讲说他只要上台 在他上台之前 不要花24个小时 就可以解决恶物战争报 就你现在告诉我说 现在接近第三次核世界大战 对 所以你就说 目前为止 这个所谓川普很担心 第三次世界大战要爆发 赶快把他们叫过来 赶快跟我见面 赶快跟我见面 防止这个状况发生 好 那拜登下了另外 他杀走今天什么 斩杀中国的AI发展 也就是说他现在 七奈米的AI机会 不能够给中国 中国的包括说 AI的这个设计 包括电动车 无人机都受到很大的制约 所以你看 事实上现在拜登 连下两个这个痛手来说 我们都没想到 他要临走之前 居然连下这两招 打着俄罗斯跟中国 歪歪叫了一个状况 而且中国之前是 吹牛说他的中心 已经可以做出七奈米 已经可以量产 而这个七奈米 已经可以放在 华卫的手机上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那你禁运七奈米的话 中心应该股价大涨 没有 中心股价大涨 涨两天 全部下跌代表 中心完全被看破 他完全没有这个能力 而且现在美国 不但是说 我现在七奈米要把你禁止 现在14到28奈米 也都可能禁止 等于说 我对中国也是下了大杀招 对 好 那当然 全世界现在最关心的是 第三次世界参战会不会爆发 不然 因为之前 普丁已经说了 普丁他曾经跟拜登说 如果你敢把这个ACMS 让这个乌克兰可以打到我们本土的时候 这就是跟我们俄罗斯宣战 对 等同是国可伦会把这个整个战事 升高到核战争 就没想到 你看连他们俄罗斯的这个上议院的 这个国际私务委员会都说 这是朝向第三次世界大战 非常重要的一大步 所以你看双方现在俄罗斯已经 没有路可以走了 你真的逼我上梁山 所以他现在变成这样 不是 我等会就问了一个朋友说 难道拜登不怕吗 他说拜登有什么好怕 现在这烂胎子又不是他要收拾 对好 我们就跟你讲嘛 ATSMS可以攻击350公里以上 那这个爆攻之一 可以打到500到600 500公里以上 所以这两个武器对俄罗斯相当压力大 那你看双鲁斯基反而 他开始有点 他说打击从来不是透过言语进行的 这些事情并没有政治宣布 但飞弹本身会说明一切 他们肯定会 飞弹本身会说明一切 他真的也有可能真的会试试看 来打俄罗斯 俄罗斯的事情下面又不敢了 对 所以你就知道 事实上现在战争真的往上 提高了这个可能性越来越高 好 那我们就讲 事实上刚才不是讲吗 川普阵营的人跳脚啊 川普的长子就说 我们本来要结束这个军工复合体 就没想到你在我父亲要 有创造世界和平的时候 拯救生命的时候 结果没想到要让第三次世界战爆发 他说该死的白插 他就要骂 另外一个川普的另外顾问就是说 在他离任之前战争会升级 你说拜登在他离任之前 将恶物的战争升级 对 好 那我们现在给大家看一下 事实上如果以这个目前为止 的设成方案 这是乌克兰的本土在这边 本土在这边 那如果以这个300公里来说 大家可以设在这个范围之内 但如果能够设到500公里 就是暴风之一来说 你看 已经涵盖到莫斯科 那你只要 我跟你讲 如果你只要推进到 譬如说我推进了几公里之后 300公里 其实ATACMS 搞不好也可以打到莫斯科 所以等于是暴风之一 还有这个ATACMS 接下来有一段时间 都可以瞄准到莫斯科 然后另外一个 你们知道 光是这两颗飞弹 他所瞄准的这个射程范围里面来说话 大概有245个俄罗斯的军事机 都在瞄准的范围 而且俄罗斯带反正20的领土 都在这两颗飞弹的控制范围之内 所以你知道 普丁现在 我觉得他真的是 他也不知道该怎么解决这个状况 所以我们看到 现在灾物在场上面 最恐怖的武器全部都弄出来了 我们上次里面不是讲吗 他现在有一个巨龙无人机 这个无人机就是我的无人机上面 我后面还带着这个所谓的锁 这个锁上面是有火药的 那个就这样嘛 我就整个 等于说造成整个面上面的燃烧 现在不但是说 我的巨龙无人机 我也开放了 我的远程飞弹 我也开放了 还有我的无人机的 这个所谓的急速弹 我也开放了 对 没错 事实上目前为止来说话 这个美国给这个 这个乌克兰有两款所谓的 ATACMS 一种是急速飞弹 另外一种是爆炸弹头 另外两种这样一个状况 好 什么叫急速飞弹 你看 这就是急速飞弹 他打过去的时候是整排这样 啪啪啪啪啪啪啪这样 他用这个 用这个ATACMS发弹 你说ATACMS是可以打急速弹的 然后就装在上面的时候 就这样打过去 另外一个是什么 他还有另外一个叫 这个M30A1的这个 卫星指导的火箭弹 你看打过去就是这样子 打过去就所有地方都完全是寸草不生 你说这个就是急速弹造成的结果 对 那就这样打过去 啪啪啪啪这样打 然后你看 这车子最后就是这样 一颗一颗 这里面 这就是 这目前为止 他给俄罗斯的这个武器里面 给乌克兰的武器里面 你要用就尽量用 所以你看 包括说之前 你看就用这个 用海马斯当这个载胎 然后就发射各式各样的 装上各式各样的这个弹头 这样打过去 所以你知道事实上 目前为止 很多 包括这个乌克兰都希望说 这个ATACMS 可以攻击俄罗斯本土 再加上说 暴风指引飞弹的时候 这两个飞弹 可以扭转目前为止的局势 你说现在这个弹头 对 拜登全部开绿灯了 对 所以你就知道说 事实上接下来的俄罗斯来说 跟着感觉到相当大压力 拜登也太疯了吧 另外就是刚才讲到的 拜登在最后阶段 也有个大杀 都是砍向了中国 砍向中国以后 7奈米全部 包括我们的台积电 7奈米你绝对不可以 再卖到中国去 不能卖中国去以后 连俄罗斯的媒体都讲 你现在在中国 只剩下古老的晶片了 没错 目前为止来说 拜登说7奈米以下的AI晶片 不能够给台积电生产 等于是把中国的AI晶片 完全封住了一个情形 那连俄罗斯都说 你们能够拿到一些 古老的晶片 就这样 中国遇到大麻烦 所以你看连俄罗斯都这样说 好 那我们就讲 事实上原本一开始 封锁住台积电7奈米的时候 你看这是中芯国际的股价 他一路还往上冲 但这一点往下掉 掉回到原点 也就是说 人家原本希望说 可以国产化 对 但后来发现他说 不可能国产 你做不出来 所以就没办法 所以股价又往下跌了一个状况 甚至连这个习近平的国师 这个过去 这个中国人民大学的 这个学者金灿宏 他又说什么 因为台积电配合 这个美国的这个动作 所以他说 现在看起来 台积电就是台独的本质 是很清楚的 所以你知道他事实上 现在他们开始在攻击台积电 说你怎么可以配合 这个美国的政策 所以等于是打了这个 让这个中国 哇哇叫的一个状况 刚讲的 这个打气 这个7奈米 就有点打到了中国的气息 他非常清楚确定 你现在完全没有办法 7奈米的量产 你也没有办法这个商业化 而且现在不是只有7奈米 现在更传出来说 接下来 14奈米 对 28奈米 你现在不是说 我现在机片不给你 因为那个中心都可以做了 我要将生产14奈米 28奈米 所有的原料 所有的材料 我也要进行限制 对没错 那为什么对中国很伤吗 保洁 那最新的消息是 这个川普已经决定什么 把特斯拉所有在美国的 所谓的你要自驾车的监管 全部翻过来 所以等于他未来 强力的发展AI 但是反过来 他封住中国的AI 百度汽车 或是阿里巴巴 你要发展AI 我都给你封了死死的 那你更不用讲 你的AI机片根本做不出来 然后加上 未来这个川普上台 不是只有这那7奈米 搞不好他会更往上延伸到14奈米 或是更往上到28奈米 那对中国的这个产业来说 可以说是 真的是完全毁灭了一个状态 好 我们上次讲 本来以为说 当川普上任之后 川普最信誓旦旦的讲说 我只要上任 我只要24小时 我就可以解决恶物战争 然后呢 这个世界就会太平 就没有想到 在你讲说 你要24小时 解决这个恶物战争 拜登做了一个什么事 拜登就把这个捆龙手拿掉 捆龙手拿掉以后 就给了泽伦斯基最好的机会 泽伦斯基当然 我能打多远就打多远 我能够打这个多强 我就打多强 结果 两边 情势瞬间身高 宝拉哥人家想说 乡惊无天壤 但是无天壤 又惊一个人 心境无尽胜 现在呢 我们讲乌二战争 整个双边都已经杀了 打刀都疯了 宝拉哥你知道 你现在看到的这个 这什么 交叉密布的 这是什么吗 不好意思 这就是双方所射出来的 飞弹以及无人机 有来有往 天罗地网 密布成这样子 我现在打成这个样子 对而且你以为只有乌克兰在打吗 没有 俄罗斯一样 无人机一天 宝洁哥派出了他这阵子 已经派了140架 而且我们都还没有计算 就是当中发射的火箭 以及相关进程的飞弹 已经完全的炸疯了 所以各位宝洁哥 这就是你看到了 你知道这在哪里吗 这是在乌克兰境内 而且发射的是谁你知道吗 俄罗斯 他等于就是 我也不是要打你军事设施 反正呢 我现在手边有了所有的 无人机我也炸 我就打了 对你看看到 那个是婴儿床喔 民宅他也在炸 反正我能够发的 我范围所及里面 我全部都狂轰烂炸 为什么 因为我现在清仓大拍卖啦 我知道你现在拜登 Joe Biden跟我讲说 你一千多亿机箱要砸过来 对不对 你是用钱要砸在我脸上 而且你跟我讲说 你包括远程的这种 导弹系统 飞弹系统 你都要开放了 那我俄罗斯跟你客气是什么 我当然是跟你全面轰炸嘛 而且 他炸的目标是什么 不是军事设施 是基础的能源设施 包括我们讲的基辅 包括奥德萨 包括蒂内博 包括我们讲的克罗这个敏丘克 全部 反正你只要跟能源 以及相关的水地发电厂 我通通都轰炸 所以各位 你现在看到 有没有看到 水突然间 冒出来 然后 有没有看到 突然说 为什么 他就是炸你的水地发电厂 所以现在的我们讲 当然 你以为乌克兰是吃素不是 乌克兰也确实有成功到 拦截到 我先讲俄罗斯到底打多少 来 第一个俄罗斯 打了耗死了超音速飞弹 匕首飞弹 一式砍波特尔 弹道飞弹 总共零零总走 保力你看这样表 吓死人 这是什么 这是所有俄罗斯打出来的 飞弹 无人机 以及火箭 就這麼多 他全部把他露出來 這個是100多枚 他就這樣 但是我們講 這兩天打這麼多 對 兩天就打這麼多 但是我跟你講看一個畫面 烏克蘭也不是吃素的 為什麼 他打了將近180枚 甚至200枚 但是烏克蘭籃下140枚 為什麼他要籃下來 你看一個畫面就知道 對 你看一個畫面就知道了 你看那個畫面 你想說 雨萱這畫面是什麼 很像流星雨 你知道嗎 他就咻咻咻 把你給你看到嗎 你看 我不講 你會以為是說死 很像什麼流星雨說死那個影片 有沒有 就他那個不斷一直飛 一直飛 一直往天空射下去 為什麼 因為他們防空火力也一直在進行 所以我們講的 連哲勒斯基都講說 哎呀 感謝F16啊 感謝我們的火力小組啊 電章設備 因為我們都知道烏克蘭 最擅長它有一個叫做裂爆 那裂爆是什麼 防空機炮 叫做它是一個我們講 移動式的類似戰車這種 但是它對於這種無人機的防範 以及這種短程的這種 飛彈防範非常有用 保德哥 你現在看到嗎 這是我們講的 烏克蘭一直在發 所以等於說你以為它是天空上一直來 一直炸是不是 也不是 我用交叉火望 對 所以我們才會看到 各位 再看一次第一張這個 有沒有看到 為什麼會這麼密布 等於就是我這邊 有沒有 從俄羅斯不斷的這樣打過來 但與此同時 我烏克蘭 我的防空火力也是不斷的跟你轟炸 但為什麼現在 你只要學過防禦的都知道 在防禦的時候 你如果有武林機槍 你根本不知道你的敵人在哪裡 大概就是彼此交叉 一邊塞四度 一邊塞四度 我跟你講 我如果拿到機槍 我根本不用管 我就啪啪啪啪啪 我只要在空中形成火望 就這樣 就像你現在看到的狀況 對 保德哥 你那個講是勾炸勾炸的 代表你還要手動去開那個機槍 現在不是 我剛才講那個雲爆 獵爆系統 對不對 它是自動的 AI的 它等於是有一個天線在那邊 一直轉對不對 然後只要有無人機飛過來 有導彈飛過來 它就啪啪啪啪啪 它自動巡航的嘛 的確是要有人駕駛 但是攔截這個部分 它是有辦法 所以你才會各位看到這畫面 但我跟你講 為什麼俄羅斯那麼涼工 因為烏克蘭也不是吃素的 我們剛才是不是講到極速彈對不對 保德哥剛才沒講到的是什麼 你知道嗎 那個極速彈是火箭 火箭可怕在哪裡 一個海馬式系統 總共可以發六個火箭 也就是我們剛才講N30A1那個系統 但是這個六個火箭可怕在哪裡呢 可怕在於說它每一個火箭裡面 保德哥你知道嗎 有十八萬顆烏豬 十八萬顆 所以你知道那打什麼的嗎 不是拿來打坦克 打人的 我都專門來打你這些人肉嘛 所以你想想看喔 當那個極速彈剛才看到它的畫面 你要炸下去 你想想看 你如果是人的話 不要講車子 你人當場是血肉模糊了嘛 所以車子才會變成這樣 而且你知道他們是拿來炸哪裡嗎 炸我們講的紅軍村 也就是防守的 我知道你烏軍一直來攻擊我嘛 你有士兵想要奮勇殺錢 保德哥你現在看到 這全部都是一個一個俄羅斯的士兵喔 他們在紅軍村附近喔 你看他剛躲到樹洞裡面 以為神不知鬼不覺 結果馬上就直接炸裂了 你想想看 剛剛是六七個人進去喔 你看喔一個有沒有 先在外面炸 然後他們想說我們躲到樹裡面安全了 結果又再度被炸 而且不只是這樣 根本就是修羅朝為什麼 我們就講庫斯科這個地方 庫斯科是不是我們講 北韓派了非常多的士兵去 我們就舉個畫面 有一個北韓士兵 他就躲在那個樹洞裡面 一樣以為神不知鬼不覺 其實我沒有想到一台無人機 直接飛到他頭頂上 保德哥那畫面有夠殘忍 為什麼你知道嗎 他是有一個夥伴 已經腳先被炸傷囉 然後那個人把他拖著喔 拖著然後兩個人就躲在樹洞裡面喔 結果你知道發生什麼事情嗎 那個無人機就在上面看 就等你 等你去救人 然後一枚飛彈就這樣 對從天而降 然後炸完之後你看喔 旁邊那個北韓士兵看到那個畫面 發抖啦 你看他的手 他手一直抖 嚇到完全不知道怎麼辦 因為你想想看 如果今天你躲在樹洞裡面 你根本不知道敵人在哪裡 你抬頭看全部都樹葉 然後飛彈就不斷的下來 不斷的下來不斷的下來 然後你的 他抖成這個樣子 當然啦 你就看著俄羅斯的大兵 在你面前炸的血肉薄狐 請問一下你們能不害怕嗎 那你知道包括我們講的暴風之影 包括我們講的海馬是 真程型的 只要真程型的導彈 他可以打到哪裡 可以打到俄波斯科進交 甚至你只要再往前一步 可以打到墨斯科本土 那請問如果打到墨斯科本土的話 那會發生什麼狀況 那普丁就有條件 有理由說發動核武 所以到時候一罵不可收拾嘛 所以你現在就知道 當拜登透過這種軍援的方式 甚至激勵的方式 甚至說我們現在全方面解除 你烏克蘭愛用子母彈 愛用遠程攻擊 愛打哪就打哪 那你想想看 你要是川普你不會心慌嗎 我承諾說大家 我會保證一個和平 結果現在烏克蘭跟俄羅斯 開始這種血腥派對 都已經打到亂七八糟 所以各位你就知道 現在烏克蘭戰爭還沒完 國政本來以為我們就知道 全世界最瘋的是誰 最瘋的是川普 結果沒想到一個卸任的總統 他才是最瘋的 拜登最瘋的 最瘋的跟他講 我把武器趕快給烏克蘭 而且把限制全部沒有了 另外你說 現在竟然要求7奈米 7奈米台積電 絕對不可以再賣給中國 本來以為說中興想 我可以做7奈米 我可以做7奈米 這個市場就我獨吃獨吃 我就會漲了 沒有想到最後他大跌 大跌代表什麼 他根本沒有能力做7奈米 而你說現在美國的要求 不會只有7奈米 接下來會再14奈米 28奈米所有的材料 所有的設備 對中國進行管制 這才最恐怖 所以拜登有多瘋 會讓你支付寶的錢 會不見了 再來讓你騰訊看不到影片 早上用電機打車叫不到車 因為全部都會當機 所以拜登是一步一步的打 而且打 所以你說我表面上 打的是一個晶片戰爭 事實上 整個中國現在的生活會大亂 對 讓你早上搭不到車 騰訊看不到影片 都會當機 我們知道上個禮拜 不是雙11會當機嗎 其實這一年來 中國一直都出現這樣的當機 早上弟弟打車會全滅 因為太多人用了 但是中國的伺服器有問題嗎 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拜登是一步一步的在打 從一開始打華為 讓你通訊設備會有問題 你要自己想辦法照碼 找中心到 再來你找中心沒有關係 我把你中心也打 半頭裡設備買不到嘛 你要怎麼照14nm 7nm 打完之後 我再讓你買不到NVIDIA晶片 你的伺服器會越來越糟 你很容易當機 現在開始打 我連你AI晶片 我全部都打 而且我一直要求什麼 TSMC Intel 三星 7nm 現在可能擴大14nm 我全部都進 不准賣 AI GPU 只要跟中國 以後你要運算雲端的 不管你是無人車 這些購物的 或是線上支付的 你都用AI伺服器 所以我們在上個禮拜 雙11的時候 看到了中國那天早上 最大的新聞是 它亂不動了 它一直的故障 我已經繳廢了 繳廢了以後 完全沒有這個所謂的定案 那大家覺得說 以前你不是最有能力 處理這麼大的數據嗎 你不是最厲害嗎 怎麼你現在 你的整個資訊量 你解低了 你的東西還一直故障 就你說 現在不是阿里巴巴一直故障 不是現在淘寶一直故障 是它現在很多的設備都在故障 為什麼這個設備故障 因為它的背後就是晶片 後面就是數據 後面就是雲端 現在慢慢出問題了 所以蔡崇信自己也說 這其實晶片短缺是一個大問題 所有的中國公司都要解決這個問題 它用的其實是庫存 所以AI技術是比美國落後的 落後大概兩年 如果美國不給它中國高階晶片 短期中期 確實影響阿里的業務 所以現在不是阿里巴巴 滴滴打車 騰訊 最近都常常當機 所以美國是一步一步的在打 而且一步一步的逼你 你的落點哪裡跑出來 美國就開始打下來 打下來打下來 所以你知道 開始當機的時候代表什麼 一步一步都出問題了 所以阿里巴巴最擔心的事情 還是發生的 為什麼發生 就是你的晶片不夠穩定 你的大數據如果不夠 你的超級電腦預算不夠穩定 你就隨時出狀況 所以短中期 確實都會影響阿里的業務 所以他要想盡辦法自己做 可是問題出在哪裡 美國也是知道你要幹嘛 所以一開始就開始限制了 所以這一次7nm下去 又開始出問題了 出什麼問題 馬上GPU業者就要搬家 所以拜登每一次打 還真的很瘋狂 你看11月7號 中國香港做NV2 GPU晶片的 馬上要跑去哪裡 趕快搬離中國 到新加坡上市 印尼去搞生產 而且你想說 現在不是只有7nm 它現在等於說 你包括14nm 28nm 它現在要把你全部卡掉 所以我們看嘛 華為的妹 其實問世的沒有 還沒有問世 11月底才要上市 結果上市說出什麼 要用舊的晶片 因為最新7nm 只有高端的 才有辦法供應 其他的只能用晶片 為什麼 因為美國一封鎖 一戰一戰打下來之後 你連14nm 甚至更成熟製程 你其實很多晶片 還是做不出來 美國還發現 所以這一次 為什麼拜登卸任成 還要打台積電的7nm 是因為它其實還發現 中國像這個必任科技 就是做阿里巴巴支付寶的 AI伺服器的晶片 做伺服器的 它還是用7nm 還是用台積電 還是在台積電投片 這個木希稅源科技 它還是降級 美國其實都看在眼裡 金融時報也知道 對 路透周都知道 他們還是偷偷在台積電投片 所以美國是 所以我雖然不能賣給你華為 我雖然不可以 跟你中心合作 雖然不可以賣給阿里巴巴 不可以賣給你騰訊 可是我透過必任 我透過木希 我透過水源 我還是可以拿到 你台積電的晶片 對 所以美國都知道 這事情之後 我要幹嘛 就是再把它打下去 讓這些小黃人勳們 一個一個都會被打倒 所以讓這些人 培養出來之後 這就蔡崇信說了 中國要自己造 所以隔了12個月後 這些開始慢慢跑出來之後 拜登再怎樣 一次出手 讓你全部不能做 而且不是邀請台積電 不能做而已 Intel三星也通不可以做 所以一下子中國 你以後是真的傷金凍骨 你以後要找晶片 都沒有了 你只有古老的晶片 還可以用了 所以現在金融時報就講 包括阿里巴巴 包括必任科技 這些所有東西 你唯一能夠做的一件事情 就只有降階處理了 對 降階處理 再來中芯有沒有辦法做 如果你用中芯的晶片 做不了 因為中芯現在光華為的手機 都供應不了了 所以更慘的這些小黃燈勳們 全部都要搬離中國 或者趕快上市去撈錢 因為接下來他們都知道 災難要來臨了這些 衝刺上市 為什麼要騙百億 因為拜登現在要出手 就是他們要倒霉了 好 所以不同 當然台灣也不能自身示威 台灣今天有個新的新聞是 我們現在已經交出來了 明年的國防採購 光是跟美國要買軍購 然後竟然要七千億 對 這個消息越來越確實 我認為說台灣應該私下 跟這個川普的當局 有開始有很多接觸 但是七千億是什麼東西 有很多說法 但是我看到這個最近一些 比較確實的消息 我認為兩項產品 很有可能能夠取得 第一項產品 你絕對想不到的是 傳統式潛艦 第二項產品是什麼 我們可以拿到潛艦 就是賴清德總統講過 他編了七艘潛艦預算 當時我覺得奇怪 你編這個幹什麼 對 因為海公號做不出來 到底是聽說要外購 那美國 只有美國有可能賣我們 其他國家都擋不住 不敢賣 都擋不住中共的壓力 那川普要賣潛艦 川普沒有東西賣 結果發現什麼事情 這前兩天發生的 川普打電話給尹錫月 這是跟尹錫月什麼關係 尹錫月的大禹集團 用韓華造船廠 對 買了這個在費城的一家船廠 百分之一百持股 他們大量的把他們的 這個準備造船業投資在美國 對 這沒有問題的 它可以做傳統式潛艦 大禹會做潛艦 大禹好得不得了 大禹現在是全世界排名前 四名的軍火商 軍火供應商 不 我說韓國 韓國現在全世界第四名了 然後第二個很簡單 前年以前 在兩年前 全世界第一大的造船工業 是韓國 然後第二大是中國 那現在去年 前兩年被趕超了 目前中國是第一名 韓國第二名 但是如果韓國跟美國合作的話 那這個產能加起來的話 全世界第一大了 對 所以這個 所以我們就 但因為我們知道一個事情 我們從台積電到美國去投資 我們知道美國的工人 非常懶惰 不可能把 說川普四年內 可以把這個產業興盛起來 不可能 他最重要可能有 然後第二個 他的神盾級的 中式級的 這個 幾剛多樓江 這兩個加起來的話 如果台灣能夠取得 神盾級的這個 這個 驅逐艦 驅逐艦 再加上七艘潛艦的話 這個不得了啊 這個我覺得北京一定 腳一定瘋掉了嘛 所以我認為這個事情 越來越可能實現 為什麼敢編預算 而且以前 川普賣武器給台灣 都是賣真的 他根本不管你啊 大家都這麼多東西可以賣啊 對不對 七艘潛艦一艘 大概兩百億台幣左右嘛 對不對 他的價錢又比我們做的 航空號便宜多了嘛 對 所以他變得 所以在這個賴總統來講的話 他剛好樂得輕鬆啊 所以編七千一拿就有問題了 這錢不是台灣的問題 是武器獲得才是台灣的問題 買不買得到 碰到一個川普剛剛好 他就幹這個事情 而且這個就幫助了 美國的造船業的興盛起來啊 剛好韓國去投資 這整個事情就完全搭配 變成完成故事啊 所以我剛剛講的台灣的邊的預算 其實在某 你的第一關是跟美國的這個購買 這個軍購的問題 然後直接影響到美中關係 然後給美中關係影響完之後 就影響到這個二中關係 俄羅斯跟中國的關係就影響到 在這個整個全世界一盤棋當中 台灣這個關鍵的七千一的預算 其實就是怎麼槓桿的支點 俄羅斯 這次大家有注意到說 在APEC裡面 習近平的態度比過去軟弱很多 連他碰到了日本的首相 姿態都比以前軟 他怎麼會變這個樣子 對 習近平這一次 為什麼突然變這麼軟 因為第一個 這個中國國內的這個產能過剩 然後整個這個消費是很疲弱的 所以他整個經濟搞到他已經快不行了 然後一堆爛尾樓 他這次真的不一樣了 完全不一樣 因為我們看到他在之前 等於也是在APEC的場合裡面 他碰到安倍晉山 你看有沒有 安倍還要跟他示好 他也看都不看 就這一次石破帽 石破帽在整個日本內的權力 權威跟安倍不可同日而遇 可是你看有沒有 他就直接的 想要跟石破帽示好 就石破帽 反而是看都不看他也 對 所以說我覺得習近平現在也知道說 他現在是不在他那邊 實力也不在他那邊 雖然說他這個共機老台一直在弄 事實上這一次 習近平跟拜登在談的時候 拜登就跟習近平直接講 你不要這個共機 不要再次繞台灣 所以習近平知道說 他現在這個面子 掛不在住 我們都知道中國人最愛面子 什麼飯可以不要吃 面子不能不有 但是你要知道 中國人愛面子 李子可以放 美國人反過來 美國人是要李子 面子還好 可是我告訴你川普不一樣 川普是面子李子都要 那有些人說 拜登是面子李子都丟掉 所以其實我們看 這一次的APEC會議 你會發現習近平 從一個戰狼 變一隻小貓 那很簡單嘛 因為你自己本身 國內的經濟實力也好 你的包括你的政治實力 你可能慢慢也都被削弱 那你國外呢 你會發現 來了一個川普 已經不再是賀錦麗了 來了一個川普 然後又聯合上 整個日本 韓國 菲律賓台灣 甚至連北約 他們都重新要立正站好 開始要重新接受一個 新的川普秩序的指揮 那你看川普現在的新的 這個內閣團隊裡面 短短八天裡面 勒兵的12個 你就知道川普是來 真的不是來假的